土瓜環 讀書差不多20年在這裡生活 原來這條街 1 2 3 4 棟樓都拆了 這個雞頭真的好吃 是不是好吃的? 這個男人真心出世 這個雞頭是我人生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這裡很漂亮 我也很漂亮 先收拾 大家好 我們知章情侶愛Cherry 你姓李 我是Kyle雞豪 今天回來這裡就是我的美食回憶之旅 就是土瓜環 土瓜環 讀書差不多20年在這裡生活 其實還有朋友住在這裡沒有搬走 但我真的很少回來了 然後每一次乘車經過或者去紅磡 那些經過 土瓜環真的變了很多東西 很想看看有什麼還是未知 我們特地選了一天 是魚面坊會開 我每次經過魚面坊都沒有開 終於吃到了 我現在就去吃魚面坊 今天就是吃東西 拍照 拍照 拍照舊區 對啦 因為接下來應該很多樓都會拆的 對 因為在她口中聽到話拆都說了很多年 那我應該拆到真的要拆 真的要拆 還有之前說了一次重建 所以你留著回憶吧 我們現在第一集吃魚面坊 吃點東西才會很餓 錯了 經過一輪資料搜集 特地選擇今天來吃魚面坊 但是有開店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吃了 喂 掉了 那個就是我中學時期的庫位 但是很小的 總之你放午餐的時候不夠人快 要等的話 你基本就不用吃了 我差不多畢業之後 他就搬來這裡 這間店大很多 然後他現在就逢星期一是休息的 所以今天我專程來 現在我們就進去吃魚面坊 我要帶他去體驗我的童年回憶 我們這次終於都吃到了 過了天年 我已經很多年沒有你吃了 我小時候吃第一代的魚面坊 他是在海瑜廣場那裡的 然後我中學就 幾乎逃光環人來說的話 一定是說魚面坊 炸雞球米 我喜歡吃到我那時候 在我上學我上DI的時候 是真的會突然很想吃 然後坐巴士來逃光環吃 Dekamma一定的 叫個小吃是椒鹽肉扒 椒鹽肉扒是很冒險的 因為吃完很傷我會損失 但很好吃的 對 這個是回憶 好熱氣 哇 現在要多少錢 42元一個米 雞頭米42元 我再小的食物 說他十幾元 是小學 那時候星期六日 我爺爺就會帶我去 可以廣場去玩冒險樂園 然後買YES卡 旁邊有一間是買YES卡 然後就是吃魚面坊 他以前再帶得到我的時候 是有西米露的 有甜品的 現在沒有了 那我叫你一個蔡雲吞 你好 你可以試一下蔡雲吞 有一個問題是她問 什麼 最棒的是 姐姐都沒有變過 不過她明明 知道她知道 這兩個姐姐是從小到大都在 不是 是你從小到大 她從小到大 就是我從小看著她大 不是不是不是 她看著我 從小到大 她應該忘記了 因為我很多年沒來 什麼啊 哇 超多 這個真的會熱氣到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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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齊一點食物 她每一塊都有骨 然後你是很容易 還會因為咬它 就像我損壞了 好香 哇 這個雞頭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這個南乳真的真的出色 它醃得很好吃 這個雞頭是我人生吃過最好吃的炸雞 哇 真的好吃 它的南乳味呢 就是糾腸一點 它未去到平時炸雞裡面 必煮的那種狀態 但是我覺得 醃平民餐廳已經算很好吃 它是菜肉群吞 是白菜 而且很好吃 為什麼你剛才的樣子那麼驚訝 我選擇一隻很久吃過的味 有你小到的味 我媽媽煮魚是白菜膠 而且外面好吃的好吃 好吃 我要挑戰這個會損的艾骨 它也是醃得很好吃 哇 聽到自己的聲音 哇 它表面那股椒鹽是有點鹹的 而且它要忍不住 放在筋位 所以你會咬那個骨出來損 真的會損 然後就會損 損到損 好 我們吃東西了 謝謝 好開心 哈哈 像火一樣 原來這條街 一 二 三 四棟樓都拆了 哇 這條街是我整個土瓜環最喜歡的一條街 還有爺爺 平時出出入入不會走外面大馬路 因為很多車 很多人 這條街是很安靜 然後轉進來就是另一個世界 我喜歡這條街 它可以看到天 我想了很久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土瓜環 或者舊區 原來我發現我會喜歡看到天空 沒有了 不同了 這個系列就是拍給我自己留念 再過多幾年看 可能現在在吃東西 或者經過的 還說在這裡的東西 都有機會沒有 但要留住我的回憶 我們現在來到我以前住過的地方 但是它已經變成牙籤樓了 住了這麼久 我那時候沒有進過牛棚 我不知道對面是這樣的地方 那我今天就帶你來 我是不是可以走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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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因為說得太長了 我們稍微有點累 雖然木機很輕 比我的袋還輕 其實是 因為我的袋更重 我喜歡去這裡 因為它的質感和歷史建築物 是保留得最好的 因為它的紅磚牆 鐵閘 很多都不是粉色到完全不同 不像大館 或者是PMQ 那麼誇張 它保留得很好 而且它的瓦片的瓦屋頂 是保留得最完整的 然後它2009年 就設定了做二級的歷史建築 它應該都是設定了做二級建築 我才來的 好像是差不多中學 北了業 我那時候很喜歡 經常拿著相機到處拍 很漂亮 這裡 我也很漂亮 這裡 收尾 讚你又不理 很漂亮 因為它很平衡 希望我也可以拍到很平衡 什麼事 拍你 我拍你拍我 放下手上的武器 我們會互相拍 你看互相拍 而且它原來是 搬走了之後 才開始租一些工作室 給那些本地藝術家 所以它有些位置會開放給別人參觀 它有時候有些導賞 有些影片播放 我看到我今天沒有開 對 今天沒有開 即是有人會有這些畫展 這些有新的 原來好像是牛 有人切片 看到這個 我只想起那些吃燒肉的門口 那些畫展 哪個部位可以 是 這條我現在瘋狂地拍照 最有望望的狀態 這個是人家的工作室的門口 但我覺得他們有識心照料這個門口 是的 給別人拍照 其實相機也挺輕的 所以我去單手舉高 有很多東西 拍一下你 看到我嗎 看到的 嗨 其實真的 因為我拍你這麼久 我都沒有 很漂亮 我喜歡它 很爛爛的 這裡很爛 和我的機一樣 你的叫爛爛 很爛爛的 它很可愛 來看一下 看來看 阿爛 做什麼 它打我 這是被媽打的人 他怎麼這麼爛 真可怕 其實它保持維修的紅磚牆 有很多標示 叫大家要保護 它很完整保留那條 淋了的柱 這個真的不小心就倒了 但是 OK 他不想扶起它 不是啊 他真的完整保留了柱子是倒下的 所以他應該是倒下的頭 因為他完全不理會它 還要特地加了一個梯子 讓它這樣躺在這裡 他現在真的鞏固它 不是為了弄好它 為了不讓它再倒下 我覺得好事來的 因為香港經常保育保得太誇張 已經完全變了一個面目 這個樣子 今天我們就帶一部新機Canon EOS R80 新玩具 大家經常問我們拍照拍片是用什麼機 這次我們就可以介紹給大家 沒錯 因為其實它的優點是它很輕 我們這樣拿著長期保持都不會太累 大會示警司認證 還有我又可以單手自拍 更方便 這樣也沒問題 平時是做不到這個效果 背越來越低越來越醜 你調好的角度來就會很容易 累了 開始累了 但是它這個你就很方便 又可以發磨 我們帶出去又不會太過重 我今天也是背了一個背囊 其實不用說到這麼深的 這一部機夠輕巧之餘 有先進的自動對焦 拍片規模有限 所以我們動來動去 跑來跑去 吃飲蛋出來 都是很容易放中的 因為最慘的是我們拍片時 跑不中的話 一小影片都用不到 所以對焦真的很重要 另外它有一個就是 40張連拍的功能 它在很短時間內 就可以有40張連拍 所以平時我拍照 你如果擺定一個姿勢 你會給我沙眼的 通常我都是動著來拍 對 而且經常轉姿勢 對 你有40張連拍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一張你最滿意的照片 那就很方便 對 但我相反的 我是在小影片裡 專選它的樣子很醜的模樣 自己受藏的 你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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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擺出來 不可以毀壞我一拍 捕捉你最醜的時刻 OK 這個是我們的Style 哈哈 EOS R8自動對焦其實很精準的 它就可以很準確地對焦人物 眼睛 動物 或者是你要Focus的東西 那就很方便這樣用 這個我知道剛才你拍照的時候 我發現到這個功能 它是一路追著我們的眼睛的 一來它的眼睛是藍色的 它有一個格子在那裡 正想Focus的時候 它會一插藍色的格子衝出來 它一按下去就 在你的眼睛 對 現在我也有個框框 固著我們的樣子 對 EOS R8就適合我們拍片的Creator 因為這部機器可以拍到4K 又可以拍到Full HD 180p高格數的短片 簡單來說 我們可以拍多層次的影片 例如拍Slow Motion 找多些不同的效果 令影片豐富一點 因為我們平時都習慣 Insert 或者是食物 最近我是會喜歡用Slow Motion來營造的 因為那個Mood是營造得好一點 沒有那麼手震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那個食物飲出來就好一點 然後那個環境好像有Feel 馬上變成MV 對 沒錯 因為剛才是牛鵬 一進來的時候 我腦都是那首歌 我是牛 我是牛 然後我已經打算拍一個MV仔 一頭蠻牛 創情常經成為一頭蠻牛 我是牛 我是牛 哦 哦 我們這次就用了這部機來拍片 給大家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看到有一點點不同 漂亮一點 沒錯 好 我們現在又要去下一個地點 有隻蚊子 我可以吃點東西 OK Let's go 帶大家來探訪我MK的回憶 在附近讀書的人都知道 這個球場叫新宮 然後這裡其實以前是啟德機場的隧道口 司機就會說 現在有沒有啟德機場呢 最大的貢獻就是這條隧道的嗎 這個球場就是我的MK回憶 不是我在這裡追兒子 是我陪人追兒子 哎 我的朋友就是我 他分析得這麼漂亮 不知道還有沒有一點點 現在還流行不流行 MK妹用圖改譯來寫愛的宣言那些 即是說八傘 我知道 不可以隨便圖騙 哇 很青春 看到這個球場 小時候經常都在這裡抱 這個懷面過去的中女 然後經常的同學都在這裡打球 我放假有時候沒有工作 他就過來看看 你也不是看球的 你也看兒子 不是啊 我喜歡那個男生不在這裡打球 你喜歡那個男生不喜歡打球的嘛 我知道 我也不打球的 你也不運動的 我有打球我打Snooga的 你以前騙我 追我的時候說 我今晚都有做朋友打球 打球也是球 打桌球 打桌球不是球 就是這樣了 分享完我的MK回憶了 大家一起看看 我的青春留下了很多條漢毛在這邊 這裡是青春 這裡是不再青春 哈哈哈 如果有武器你小心點 對著你的武器啊 懲罰 我小時候完全不知道這個區域 我以為桃光環是去到海穴廣場就結束了 因為我是老人家臭大 他走不了那麼遠 這裡已經是碼頭角度 即是十三階 這條街全部都是用那些鳥的名字來建的 不知道這些樓又不知道多少年後會拆 其實十三階應該都很夠 紅磡那邊的樓已經開始清了 現在我們吃晚餐 這一間不是我的回憶 但這個是我前陣子吃完覺得很好吃 它在土瓜人的洛山道 是喝夜茶的 我上次試不到其中幾樣東西 我這次要吃千島醬脆皮 蘿蔔糕 豐巢 胡角厚 還有春風 你信不信不信他就會跟你說 這個買完了 為什麼你要這樣嘴酒 沒有嘴酒 你知道我肚餓會怎樣嗎 肚餓會不愛我 超級不愛你 有東西吃才會愛我 最開心的是它有燉湯 驚愁人這個 我小時候回到新聞社會說 這個比肚餓大 驚愁人我一直以為是這個 有東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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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試這個槍鬆特意腸 裡面是這樣 嗯 嗯 它裡面好像肉鬆鬆 但它炸了 嗯 然後外面的腸粉又很滑 然後你一咬下去又脆 那個蝦又很新鮮 嗯 很美味 芋頭生 哇它很厚的芋頭包著鹹水焗的 我試這個芋頭生去皮蘿蔔 它木耳在上面 它真的脆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會被家人點去叫蘿蔔糕的 有個指令就是要叫它煎焦點 它以前不是推車車的借 它會馬上煎到差不多 然後給你做下一個 但是我叫它煎焦點 它表面再脆一點 這個是做到這個 還有整粒蘿蔔在這裡 為什麼很好吃呢 為什麼好吃呢 為什麼好吃呢 我是平時鎮住的 這支米是一坨的 裡面的鹹也一坨很多芋 裡面的飯也一坨一坨 它好像蒸完油蒸 蒸來了 放在蒸籠裡很久 然後濕透了 但是這個真的是 很乾身 它是一坨分靈的 我們上次在太子區中了一服 那間不好吃 真的很難吃 這間店要有海安康的級別 對 所以我這麼快就來安康 大家有機會就來吃一下 好 要喝湯 這個湯也很好喝 是燉湯來的 30元 茶街區10元位的 我們用了鐵罐喝 但鐵罐喝是香的 平均數是25元 跟外面差不多 但它的質素是挺高的 好了 到你吃了 拜拜 杜鵝鵝 下次再來